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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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楊思益 很開心 可以用剪子這門老手藝 來跟大家分享我是怎麼找回一份好生活 我相信好生活是很多人都想要的 但我們不一定有機會 有時間停下來想一想 什麼是我們真正想要的好生活 而我在國小的時候就開始想這個問題 為什麼呢 我用我大學的作品 來跟大家分享我的成長歷程 以及我是怎麼找回好生活 這是我大學時候的作品 裡面的孩子在一個像家的地方 可是他看起來又像是廢墟 他總是仰頭看著天空 而背後斑駁的牆壁就是他內心的傷痕 他常常很無助很希望被關注 但身邊始終沒有人 所以他一直很孤單 他總是站在門口跟窗口 所謂門口窗口就是邊界之處 也就是在兩個世界的交界處 我在黑暗之中一直渴望光明的出口 可是每當我好不容易來到了這樣的地方 我卻又因為恐懼讓自己背對的出口 回到原本的地方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麼多的恐懼 因為我們從小家境很不好 我有十年的時間寄人籬下 被打被罵被看不起 每天醒來我就希望自己不要醒 因為我不曉得什麼時候會被打 什麼時候會被罵 我們住的地方是禮法廳 在別人工作的環境裡 有時候我站在哪裡我都覺得很恐懼 因為我覺得我站在地上都很頂地 只能去遇到別人的路 所以我那麼小的時候我在想一個問題 就是想說 我應該被放在這個世界的什麼地方 我才不會那麼頂地 我也在想 我好希望我長大可以有個好生活 而我一直以為得到自己的好生活 就是離開你討厭的人跟環境 所以我甚至把窗戶丟到天空裡 我想我在天空安裝一扇窗 或者一扇門 我是不是可以打開 就離開我所處的環境 去到天空柔軟的內裡 所以我不斷地逃 可是逃到後來才發現 我可能要離開地球表面才有可能快樂 因為去到哪裡都有我討厭的人 所以我越逃越無力 也才發現這是非常不合乎邏輯 但是你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的作品總是很多的不滿 憤怒跟怨恨 你知道有一天我看到這樣子的作品 我整個眼睛都亮起來了 這是傳統的剪子藝術 我看到這樣的作品 我很感動也很驚訝 為什麼我的作品是苦悶 怨恨跟憤怒 可是有人的作品是喜悅 溫暖跟光明 我一直好奇 會不會他那裡有好生活 所以他能做出這麼美麗的作品 所以我就跑去查資料 看看這樣的作品來自於哪裡 我一查才發現 既然是來自於這樣的土地 陝西 黃土高原 我看到我就更震撼更驚訝 我一直怪罪環境有問題 所以讓我變得不快樂 可是怎麼有人 可以在這麼匱乏 幾乎是黑白的世界裡 創造出繽紛的色彩 為什麼我不行 所以我就更好奇 那這樣的作者是誰 也許他過著非常幸福美滿的生活 我又跑去查資料 一查才發現 是這樣的一個大娘 而她的人生根本是苦難 她三歲的時候 就被大人決定 她以後長大要嫁給誰 十幾歲 有生育能力 就嫁過去幫別人生孩子幫人做工作 老公跟他沒有情感基礎 所以也會打他 罵他 會家暴 我會覺得這個人的人生根本是苦難 他應該最有資格說 欸 我不玩了 我要放棄我自己了 可是他怎麼可以依然在苦難之中微笑 在困頓之中祝福 我非常好奇 所以我就跟林懷敏老師 申請了雲門的流浪的計畫 我跑到陝西 我想要去知道 他是怎麼過出好生活 可是我一去才發現 他住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 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 這個我好奇來走走看看就算了 我根本不會想要在這裡過生活 因為這裡根本不會有好生活 可是去的時候才發現 大娘跟我想的不一樣 她眼睛看的不是這個外在世界的匱乏 她看的是自己內心美麗的世界 然後她只要有時間 她就開始拿起紙筆畫草圖 她甚至沒有一張好的桌子 於是她只能在床鋪上墊著磚塊 我看到我也很驚訝 我覺得如果換成是我 我會覺得 你至少給我一張桌子 給我一個好資源 但我也在那個當下才發現 才明白 我總是在等待 當沒有好的資源來的時候 我就不動作 於是我鬆弛了自己的肌肉 當有一天有好東西來到我手邊 我根本拿不起 可是這個大娘她不是 她在這樣的環境 她不跟環境討價還價 也不跟過去斤斤計較 她就看著自己內心美麗的世界 然後用她的雙手 同樣的地方撿著撿著 變成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我看到的時候 我整個都說不出話來 我也突然不敢再抱怨了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那麼辛苦 我也沒有人家苦 有時候我們的抱怨 只是希望別人去改變 環境變得更好 而這背後有一個東西叫自私 可是冷靜停下來想一想 我覺得沒有人有義務給我好環境 但我卻有責任支持我自己 可是我卻連這個責任也得到旁邊去 所以我在那邊 我覺得我應該要讓自己改變 否則我去到再遠的地方 我不改變我自己 我只是在進行一場從未移動的旅程 我哪裡都沒去 也浪費了老師的這個補助 所以我在那邊我做了一個決定 我告訴我自己 就是楊思義 我們不要再抱怨了 我們要讓自己成為一個好環境 你想要什麼樣的環境 你就成為什麼樣的人 這樣你到哪裡都可以快樂 而有一天人家走過你身邊 也能帶走一點風景 這是這位大娘她做的作品 裡面新娘子是她很常出現的角色 為什麼呢 因為她人生有遺憾 她沒有好好當過一天新娘子 那我們都知道遺憾是人生最糟糕的事 它發生在你的過去 卻癱瘓你的現在 可是這個大娘她沒有讓遺憾 變成對別人的傷害 以及對自己的負擔 因為她知道如果遺憾是人生的必然 那擁有圓滿遺憾的人力 就是人生的另一種必然 於是她看著自己內心美麗的世界 然後用她的雙手 變成這樣具體可見的樣貌 同時她也想要祝福 每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在她生命之中有這麼美好的一段時光 我在那邊我才發現 我跟大娘擁有同樣的藝術創作的人力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 原來答案很簡單 就是在動手做事的時候 大娘有把別人放在心裡面 我沒有 我只想到自己 然後原來光只是把別人放在心裡面 就能為人創造美好的生活 但是我卻忘記 可是這些事情是我媽媽都告訴我 我媽媽都在教導我 但我們當孩子的很奇怪 總是要離家千里外 才聽見家裡的聲音 那因為我很想我媽媽 所以我就畫了她 但我媽媽看了 完全沒辦法接受 這是她 你就知道為什麼 在台灣我們的大人 都不讓孩子學藝術學創作 你給他錢給他時間 他把你搞成這個樣子 我就跟我媽說 媽你不要生氣 我真的很想你 我才畫你 你聽我講 我說媽媽你看 他說他看不下去 我說你喝一下 我說媽媽你看你 你讓自己長出那麼多雙的手 為什麼 因為你在匱乏的環境 你希望用你的雙手 為我們這些孩子 帶來一點好生活 你帶來我喜歡的水果 動物 也把祝福放在我身邊 你甚至用你的雙手 高高把我舉在天空 因為你知道那才是我的未來 還有啊 你讓自己的腿 變得那麼強壯 跟蘿蔔 沒什麼兩樣 你也不在乎 你只要可以穩穩站在大地 高高把我舉在天空 你就很滿足 我跟媽媽說 媽媽這就是你在我心中的樣子 謝謝你 不會想要跟你一樣 你知道我講完之後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耶 就是我媽媽竟然可以接受 這是他了這樣 所以大家應該聽得出來 這個故事的重點嗎 就是我們的大人超好騙的 有空可以回去騙騙他們這樣 但這是開玩笑 主要要講的是 我們要的一直都很簡單 但我們台灣人 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總是以為要有成果 要有成就 才回到彼此身邊去慶祝 可是每一個目標都那麼的漫長 如果沒有彼此愛的人 時時的補給 怎麼走得到那麼遠的地方去 有時候回去跟他們說一句 謝謝你辛苦了 我們會照顧自己 你要放心 他就會覺得一切都很值得 所以我在那時候慢慢感受到 什麼是好生活的可能 你有對別人好的心意 就會有不一樣的風景 所以我那時候就 當你開始感人的時候 你會變得冷靜 而當你冷靜 你會想到說 我要感謝的其實不是只有我家人 因為我們家境非常不好 只靠我爸媽 我沒辦法長得像現在那麼的漂亮 那 所以你知道你要感謝的 不是只有家人 還有這個社會 因為這個社會裡面 有人幫助過我 例如我們家裡 家境比較不好 所以我從來是沒有畢業旅行的 所以我更不可能敢去想像 我有一天可以出國 可是想不到林懷銘老師 他既然辦了這個計畫 讓我們這種孩子 開始對國外有了想像 還有很多老師 很多朋友幫助過我 他們都在我們的社會裡 所以那時候我要出社會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楊思逸 現在你長大了 你該怎麼走進這個 對你有恩的社會 還好我們的媽媽 就提供了我們的好方法 她讓我們知道說 楊思逸 以後動手做事的時候 就是把別人放在心裡 稍微讓別人想一點 不是只有做自己要做的 要做別人也會開心的事情 我記得我有一次上了雜誌 我很開心地跟媽媽分享說 媽 你看我上雜誌了 我們從小被看不起嗎 你這樣有沒有很開心 我媽媽這樣跟我講說 楊思逸 媽媽開心不重要 小婚的開心比較重要 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然後就會覺得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開始工作 我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所以我也就是開始 就是每一次動手的時候 我去想別人的需要 或者社會的需求 然後開始利用 在我的每一個工作上去實現 然後我就開始剪紙 這是我剪的一個作品 看得出來它是誰嗎 過年會出現的 對年寿 年寿的故事 大家應該都聽過嘛 就是他會出來 破壞村莊咬小孩 所以我們要用紅色的鞭炮 把他趕走對不對 這是大家聽到的版本 可是因為我跟年寿比較熟 我幫他寫了真正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說 年寿他每一年 都會用最柔軟的心 扮演最兇猛的角色 把每個忘了回家的孩子 趕回家 所以當他聽到鞭炮聲響起的時候 他知道那是我們的大人 在跟他說 年寿謝謝你 我們的孩子回來了 所以年寿聽到鞭炮聲響起的時候 他就會開心回家過新年 這個作品 是想要獻給那一些 在我們生活之中 儘管被誤會 儘管被誤解 都願意繼續去愛的人 我相信 我們身邊都有很多這樣的年寿 可能是爸爸媽媽老師朋友 更多的時候 我們也會是別人生活中的年寿 我想 如果我們多一點理解 愛我們的人 可以不用愛得那麼的辛苦 而需要被愛的我們 可以少了一點障礙 在當下得到力量 所以我一直覺得理解是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他人在我們生活中發生 大家不會那麼的挫敗跟疲累 我後來把我現在所居住的城市 放在心裡 剪了這個作品 它叫台南 所以我剪了鳳凰樹 台南它有另外一個稱呼 叫鳳凰城 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人家幾百年前發現 台南有一個鳳凰穴 那鳳凰就是風就是氣流 所以會帶來繁榮 也因此 台南成為台灣的第一個城市 我們稱之為輔城 又叫鳳凰城 我聽到的時候很感動 因為我們的世界 要我們擁有力量 可是沒有人 引導我們怎麼使用力量 於是力量變成了混亂 沒有帶來更多的風景 可是這隻鳳凰 它本來可以在宇宙天地間飛翔 它勸於停下腳步 化身土地 繁榮這個環境 在它身上 我看見了使用力量最美好的方法 我想在這個年代 得到力量已經變成是簡單的事情了 因此我感覺我們更不用焦慮 所以重點在這個年代 我們要想的應該 不是擁有力量 而是我們怎麼使用手上的力量 讓好的生活 發生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這是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朋友所記錄到的一個照片 我一直很喜歡這個照片 就是很多人會說 為五斗米折腰 很辛苦 很無奈 可是你們知道工作的台語怎麼講嗎 對 康愧 那康愧直接把它翻成 國語要怎麼翻 空缺 對不對 你還記得我小時候問自己一個問題嗎 就是我問自己 就是我應該被放在這個世界的什麼地方 然後我現在有了一個地方 原來工作就是康愧 康愧就是空缺 我有一個位置可以被擺著 我在這裡工作 所以像我這樣的孩子 想不到有工作可以做 有一份工作可以讓我彎腰跪地 為了生活去努力 我覺得雖然工作辛苦 它都依然值得我們感謝 因為工作也是我們唯一 可以走進這個世界的管道跟載具 它可以讓我們有機會 帶著手中的風景 走進這個我們要說謝謝的地方這樣 然後當我想要有位置 我真的也有一個位置了 你就更多的感謝 可是感謝不是一種感覺 而是一種行動 但是像我這樣只是一個做手工的人 我到底怎麼繼續跟這個社會 說一句謝謝你 然後我就想到了 小時候我跟我家庭關係其實很不好 我很多憤怒跟怨恨 然後我回到家裡沒有歸屬 走出社會沒有力量 後來因為彼此的理解 才擁有了力量 然後現在擁有幸福的生活 所以我就會覺得 那如果我們把這份理解 放在每一個人生活裡 每一個人生命重要的關係 都有這份力量 那家庭有幸福 社會也就會有美好的風景 所以我開始帶大家剪止 但剪止不是為了學這個手藝 只是停下來想一想 我們為了什麼動手做事 又為了什麼出門工作 同時也想一想 那些我們想要說謝謝的人 然後我們用剪止 好好說出心理話 這是工作坊裡面的一個爸爸 他看起來不是很好靠近 我把剪刀交給他之後 就不敢再過去了 那想不到他剪了一個海邊的星空 他拿起來分享說 他要送給他的孩子 因為這是對孩子的承諾 但是他又一直沒有帶孩子去 所以他要跟孩子說 走 爸爸帶你去海邊看星星 然後他同時要跟孩子說 謝謝你 讓爸爸記得我自己的純真 我謝謝這個爸爸 因為他讓我看見 我對人急著定義 急著判斷造成了誤解 我可能會錯過一個溫柔的好爸爸 然後這是一個高雄來台南剪止的女孩 她剪給一個外省的老爺爺 因為爺爺跟他沒有血緣關係 他一個人來台灣 然後他很照顧這些女孩 有一天爺爺消失了 五年後才在農民之家找到爺爺 然後只是爺爺覺得自己老了 不想要成為他的負擔 他很難過 他跑到台南來上剪子課 就剪了這個作品 他想要跟爺爺說 爺爺你不麻煩 請你在我們身邊 爺爺很感動 那我就想 如果這些話在五年前就說 一個老人不用孤苦五年 一個孩子也不用難過五年 然後這是一個高中的女孩 五星節來剪這個作品 我以爲她要剪給媽媽 可是她說她媽媽在天上 所以這次要剪給爸爸 她說媽媽離開之後 爸爸全心全意地撐起了整個家 爸爸壓力很大 她一直擔心給他們的愛不夠 所以她剪了這個作品 是想要跟爸爸說 媽媽不在了 但爸爸給的愛一直很足夠 祝爸爸母親節快樂 他們讓我看見 就是人生有無償 而他們怎麼用愛去圓滿 而他也讓爸爸安定了他的心 這個孩子 他剪了這個作品要給他媽媽 其實在上課的過程中他很吵 媽媽就一直罵他一直念他 所以他也覺得很生氣很不開心 想不到最後 他還是剪了作品給媽媽 他就是想要跟媽媽說 媽媽雖然你一直念我 像怪獸一樣 但我還是很愛你 媽媽聽到之後很開心 就跑過去親了他 這就是理解的力量 因為理解你開始有了不同的對待 所以我一直覺得 如果我們可以多一點理解 我們的社會會開始不一樣 用老手藝找回好生活 重點不是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手藝 而是 我相信我們在不同的崗位 用同樣的心意 一起動手做事 我們的社會會開始不一樣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家庭 因為我知道我們都想要為我們的社會努力 可是社會是一個不具體而流動的存在 有時候我們要下手 很無力很吃力 可是冷靜的停下來想一想 社會裡的人都來自於家庭 只要我們回去為家庭努力 其實就是在照顧這個社會 所以最後這個作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叫做回家讓花開 在我心中家就是一棵樹 它會開花不是因為春天 而是因為相愛的人在身邊 每一次相聚 只是為了讓我們記得 人間最好的時節 不需要等待世紀的安排 回家你就會看見你是春天 你是一切防花盛開的原因 最後想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心中有願望 請記得你是一切防花盛開的原因 我們看著心心 然後對自己許願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